Hello 歡迎收看廣東話說德國 我現在就是在德國的南部 巴登福田伯的一個小鎮 叫巴菲芬 我現在就是剛剛做完少少運動之後 就想跟大家聊聊天 我不知道鏡頭 因為最近有很多朋友 他就想email我 或者是留言問我 即是30歲才出國的話 會不會太遲呢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想出國 或者是適應環境的話 最好就是越年輕就越好 你年輕的時候 你就可以首先在德國這邊 學習語言 然後升大學 再而就是雲工 其實越年輕就是越好的 但如果你已經錯過黃金時間的話 也不用灰心 其實我覺得30歲之後 都算年輕的 30歲到45歲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 繼續讀書 又或者是運工 我相信到了45歲之後 都是有機會可以移民出去 但是到45歲的時候 你就已經有一個穩定的家庭 又或者你已經是在你本身出生的地方 或者你本身做事的地方 已經有二十幾年經驗了 那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建議你 可能做一個藍卡 因為你的工作經驗已經足夠的話 其實做藍卡就很容易 那就可以一家移民過來 又或者你有想法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創業簽證 不過創業的話 在德國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稅收貴 那你有藍卡的話 因為這裡做的藍卡 就是整個歐洲都通用的 那你除了德國可以用這個歐盟藍卡之外 也都可以在其他歐洲國家都可以繼續用的 而且呢 藍卡的身份呢 是這麼多個簽證 移民德國的速度是最快的 即是藍卡呢 最快可以兩年 拿著藍卡來德國兩年 就已經可以永居德國 拿到永居身份 那一般來說呢 永居住之後 又要等多久才可以入籍 拿到德國護照呢 一般是八年的 但網上有一些消息 或者我有朋友 六年就已經可以了 但六年呢 你的德文程度是要去到B2 還有你要考那個叫做 Live in Germany 即是Live and Work的那個測試 那就好像我 資訊欄下面就有給到大家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 即文字上的話呢 就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又或者你可以留言 再問我一些比較細緻少少的問題 普遍來說呢 即是藍卡就最快 第二塊就是創業簽證 這裏呢 都有我之前拍的影片簡單介紹 如何拿到永居身份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因為德國呢 不是一個 所謂移民國家 即是他們是很想吸納一些 人才過來 這邊的燈光好像漂亮一點 是的 德國很想吸納一些人才 入來德國 尤其是這裏 人口老化啦 就像多些年輕力壯啊 賺到錢啊 幫到國家的人 移民來德國 所以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技術移民 又或者是創新少少的移民 的簽證呢 是可以幫到你們 來到德國生活的 只要你是有idea 你無論是畫家 老師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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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師 IT 總之 科學家也好 來到德國 是很歡迎的 只要你有一技之長 另外 創業家之後 又到什麼簽證是最快的呢 其實是 留學的 那如果你本身 是已經有學士學位啦 譬如你已經讀完大學 但你還未讀石士的話呢 你是可以 來德國這邊讀石士啦 好像大概一年 或者兩年都有的 那之後呢 就可以運工 運兩年之後呢 就可以 拿泳具身份了 那也是一樣 總計 住舊 八年呢 就可以入籍德國 那如果 你問到 你又不想來讀書 只是上學 或者是 你是不是想來體驗德國生活又怎樣呢 那可以是 做著學生先 又可以簽一年 或者兩年的語言學生簽證 好像我這條影片也有說過 就是 德國有很多不同的簽證 那就可以幫到你來德國這裡定居的 那至於 那至於 來了德國之後又怎樣做呢 就是 如果你說 你十八歲以下 最好 可以由中學開始 慢慢 pick up 一個語言 再 在德國的制度上升大學 那但是 如果你已經 十八歲了 準備升大學 即你可能考了 中學高校之後呢 你可以帶著高校的 程式呢 就來德國讀大學 那麼有很多的大學呢 除了巴登-Württemberg 他們要收學費 對外國人收學費之外 那麼有很多的州呢 在德國來說都是免學費 但是要付少許那些 叫做雜費 或者圖書館費 那也是可以在下面 資料欄那裡看到的 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過了大學年紀 22、23歲都很年輕而已 那可以是 過來這裡 讀碩士也可以 可以 重新讀一個學位 又可以 我都有些朋友 他們是大概 28、29歲 因為他們本身的學科呢 跟這裡 不接軌 那他就選擇 重新在這裡讀 學士學位的 那就重新在德國 讀學士學位 同時間呢 都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上學的 那詳細一點呢 我要在下一個影片 再跟大家說 怎樣讀書的時候 又可以賺到錢 那如果你說 你已經超過了25歲 你又不想讀 學士的話呢 那當然可以讀碩士又可以 如果你有碩士學位 本身又可以過來讀博士 也都有很多人過來讀博士 那你到了30歲了 沒有興趣讀書 但又有工作經驗 那又可以運工 除了運工之外 也都有很多 這些叫做 vocational training 那就可以幫助你 考到一個 技術的牌 可能大概兩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拿著這個 專業的證書之後 又可以在德國上上班 其實 總括來說 德國 只要你肯上班 肯交稅 交退休金 給社保 醫療保險 那就可以了 下一條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已經是一家之主 或者上一家人來到德國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 又或者你已經超過了45歲的時候 你又有什麼要注意 我們下次見 等一下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按旁邊的小叮噹 教所有影片 就可以收到我每次影片更新資訊 還有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留言 問問我你想知道的問題 還有就是 好吧 下一條影片見 這裡有兩條影片 你可以看看 我繼續跑步 我們把冷藏車放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你坐坐 我來坐坐 聽不見